你是支持福貿嗎 有一部分吵得很支持 但是需要有變化 高雄市議會昨天開議 南綠兩黨議員 對刪除17億元預算爭論不休 市長陳菊也被藍營逼著 對福貿表態 市長 到底是支持福貿 還是反福貿 在這個協議通過之前 在議院通過出 如果對台灣討論 我們當然會是贊成 但是如果因為福貿 通過會導致 有若干的產業是不好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應該要主條再去討論 但是你並不散對 如果這個福貿 對中華民國好的話 應該要去簽訂是不是 這個現階段好不好 我還沒有在議院 那因為我在議院 有時候說大部分討論出白是好的 你知不支持嗎 如果大部分 這麼簡單的問題 是啥 如果對中華民國好 你知不支持 我剛已經跟你說了 我的答案了 是 那這兩個字有這麼難說嗎 這個請你說一下 你支持嗎 我已經答錯了 你支持嗎 不能夠回應嗎 你說過的話 沒辦法重複第二次是不是 你支持嗎 我支持 謝謝 對產業討論的部分 我會 謝謝 你支持不放嗎 某一部分 有潮的支持 但是需要有變好的部分 是 經濟努力好 也有中開的討論 我變成大家 就不接受 是 所以 民進黨高市議員陳馨宇 也搭上吃香蕉熱潮 昨天在議會 座位上擺了兩串香蕉 聽到藍營以香蕉 比喻預算之爭 當場在議事廳用香蕉拌入籠 還大吃起來 更不忘分享給同黨議員 懂新聞 三寶還缺 太陽餅報導